这些老相机 给我们这代人印象是最深刻的那种 曾经带给我们那些花子 为我们家庭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 留下最美好的影响 每一张照片都是那么亲切 又那么熟悉 就仿佛又回到我们那个 押起来的时光 在这里的时光 在一半月的时光 在一半月的时光 集团中的时光 最好,拍摄照片。 集团的集团是丁春林。 他之前做了很多次的活动活动。 所以说就是对这里感觉到一爪一毛都那么亲切。 这种海铜的记忆就是仿佛回到了铜牙的时光。 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吧。 But 丁春林 isn't just interested in taking photos that remind him of the past. He's just as interested in the cameras of that bygone era.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中国照相机。 当时也是加的最多的也是果查的照相机。 那个时候我也买不起。 所以说后来我就看到下载就是人们都不使用了。 而且是当时买又买不起的这些照相机。 所以说我就开始手机。 你想最早的时候就是这是我们驾过后。 驾过后就是铁军照相机成。 1956年成立的时候, 盛查的第一夸查评。 它这个起名为幸福牌。 我觉得当时刚刚驾过嘛。 来们追求幸福。 向往幸福。 盼望着祖国更美好的那种感觉都有。 这样像,基本这都是海铺系列的。 你看,海铺系列也是在放着变化。 所以我们中国照相机从50年代才开始生产。 但是到了60年代, 上海照相机厂他们生产的这些差评, 就能给国家创外回来。 这款相机当时来说就是比较高当的。 其实也大尾才能买得起。 就是当时老百姓也很手能买得起。 60年代你想想就是, 大家的经济收入都不高。 都能吃虎丸outsor了第一种情况下, 由于所谓的。 这次超 oke, 几十年代掌握此iri。 这些 Felicii手啊来自金车几十年前, 这三十年代产行写的相大, 就说是几乎我们家庭都没有照相机 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照相就觉得特别珍贵 你看没到春节 我爷爷就包 我脚那些照片都是用相框 我狂起来 挂在脚里最狭眼的地方 春节的时候他又操得嘎嘎净净 因为本家的人都来到脚里 人们都是喜欢看看这个脚庭照片 就说要照的太好了 所以说这个从小给我那种印象 这个照片是非常神奇 它有一种扎实的作用 所以说这么一直喜欢 但是那个时候照相机都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也没有机会能接触照相机 但是有一次我舅舅捡来了照相机 我也去凑了脑去看 那么我舅舅都给我们照 都给别人照 但是他撒口来合影的时候 就没有拔发了 这样的话他就是扒了一个灯子 就把照相机就放在上面 都挑好光圈速度 对好脚 就是东西有个人啊 就像我那样的就是 你来试试 哎哟 是又高兴 又紧张 哎呀呀 硬啊 就是说那是那那 几度呢那那那那手上的哈 就是说是都出哈了就是 哎 所以说那个哎哟 就觉得那个照相机啊哎哟 太好玩了就是说 从那 那是更喜欢照相机 那个时候我们买这么一个脚夹 都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所以说每次拍照 就是惊醒 对好脚 够好脱 这才哪都一次快没 都不舍得乱拍 你拍清晰了 那就觉得了不起了 所以说那就是个技术活 你看这个照相机 也是从网上卡到一个相机 我就是卡到这几个字 他卡到这几个字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室内是用2.8的光圈 在室外是用4至5.6的光圈 速度都是用60分之一秒 我觉得这是他代表了我们那个时代 就是大多数人都不会照相 而且没有测广标 还想拍出好照片来 他就是拥有一个本的八方 所以说我就是 随了这个型号 我也早就已经有了 但是我还买下它来 见过它平衡不好 我也把它买下来了 我就是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对我们这代人就是印象是最深刻那种 对我来看的 是什么时候 这张摄像摄像是丁春林的最爱的 这张摄像的声音一直在导致记忆的记忆 这个相机主要是代表了一个娘的 我们小时候到照相瓜去拍照片 是唯一的架枯的大型照相机在室里 那照相师傅退过来退过去 感觉到哎呦那种神奇 所以说对这种照相机太亲切了就是什么 好了靠近一点 看我这里 这一lene 拍攝了1979年 開幕的拍攝了一場的情況 很熟悉的時代 一旦去一間專業的拍攝 演員們的拍攝 演員們的拍攝 拍攝非常感激 在拍攝的拍攝 演員們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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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雲欣研若志 aga前期有受到刑書 演員們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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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名拍攝 採光 我們那麼多燈光 我們稍微調 好像在舞台上一样 在我们的感觉中 是神科技艺或美好的技艺 还是这个 这个 apart from the tension during the photo shoot what impressed Ding Chun Lin most was the variety of captions printed beside the photographs 嗯 at the time photo studios would add captions to photographs Ding Chunlin's family album, there's a precious family portrait. At the time, he was only 15 years old, and even now, more than 40 years later, this experience is still vivid in his mind. So, he was very important to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he took the picture with his grandfather. So, he was very important to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he took the picture with him, and he took the picture with him. 才舍得这么一个六层的大照片 所以说这个照片下降了我最珍贵的一张压家符 在中国人的家庭上有一个家庭的照片 当时,这样的家庭的照片 都是每个月的照片 应该是这样说 从六十年代,人们虽然喜欢德州相关去拍照片 但是那时候没有重要的事情也是不适合的 大部分家庭收入都不允许你去拍照片 那么过年过季啊 就是好像有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有分别的时候 人们都喜欢照相关去拍一张照片 留念纪念 这些老相机啊 就是大多数人们都废起来 就扔在角落里边 有些都能帮到镜头都磨损了 也没有镜头该的 所以说有时候就觉得非常瓦西 我想我保存着不能让它再继续破坏 因为破坏一个就少一个 而且这些照相机 曾经带给我们那些花了 为我们家庭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 留下最美好的影响 怎么下载来就这么遗忘了 在2012年 Ding Chunlin compiled a book about his feelings on collecting domestic vintage cameras over the years and this experience enabled him to expand the scope of his collection into a new field 我触把我那个老广察相机型的图书 我觉得这个光那些照相机的图片 放在树上太大调 我也没有趣味性 也不活泼 这样的话 我又开始找一些 比较具有时代特征的照片 朗林发愈的时候不感到枯燥 通过这一次我就深深认识到 就是想照相机就是用来拍照片的 那么只有照片才能 承载着照相机那些功能 它那些特色 才能提下照相机那个价值 这样的话就是 我就对这个老照片就是 哎呦 让我更越来越喜欢老照片了 就是当时这么一张照片 就是很贵重的 就是价格都很高 就是应该当时都很珍惜 但是随着实际的抓衣 人们不爱惜这些正规的影响 就是经过拔脚拆掐 就是人们就都冷掉了 拔脚都滑在街坊了 这就是战口就留下了以后 你来说有些食道了 有些他们拿来就卖了 去看后面没有 咋又不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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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子要呢 咋就留下来 这张照片啊 这个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老师 他就叫王玉玲 是我们沙头小学的老师 所以说 流落到这个市场上 我就觉得感觉有时候很可惜 就是人们也不注重这种爱惜 自己的家庭照片 就是那家庭的时光 就是只能通过照片来发映出来 你如果丢失了以后 你再回想回想 你家庭的时候那个模样 就是你也看不到的 所以说我有时候 我就喜欢把它买下来 我收藏起来 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对这些重要的时刻 会引起我们的怀念 怀念那个时候 In 2016 Ding Chunlin came across a set of old photos in Shanghai antique market On closer inspection Ding noticed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By putting the photos in the right order he could tell the story of a woman's life 当时我在整理照片的时候 就是照片后边都写着他的名字 他叫陈佩英 他家庆的时候特别喜欢拍照 你看就是这张照片 这是最走的照片 这是14岁 民国二十七年冬天 这是民国萨什家的时候 拍的一个 这个一看就是 当时就是一个学生 这个撞书 是在上学的时候拍的照片 民国萨什尹家的时候 他19岁 他是不断的在拍照片 几乎每一家都拍一个 你想嫁过以后 他也是继续拍 这是刚刚嫁过吧 就是他拍的照片 这是1964年 6月17号 他在上海 接来照相馆 拍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是1972年 保月萨什号 全城的话 是不是上海一家 方志昌 施压史 花送 屋灵同志留营 从这两张照片上开 就能放下 他们的工作大V 通过这些照片来看 就是当时照相是很昂贵的 他几乎每一家都照 甚至一家都照了多次 不同的照相官 不同的子时 他是非常爱美 爱生活那种人 所以说这座照片 就是卡了以后 我们就觉得是非常珍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去探索的时间 他们也提醒丁春林的年轻的年轻 他的年轻的日子 他在工厅工作 就是相当初我们乘最早的八广楼 我工会我就在这二楼工作 就是当时是保零年 宝宝雕的工会来 这个 找一些那个积极分子 合影招 我都是大多数都在这里招的 就是派招的 我是1979年 19周岁 擦脚工作来到这个工厂 当时我们常叫博杀家族陶瓷场来 那那个时候是统一分配 分配到你那个厂 你就得到哪个厂工作 你看 这就是我原来 罢工的地方 下单 都没有人挂离 这个这个已经飞起了 就是这个 曾经我就是 这个我们工会主席在这个罢工桌上 我就在这个罢工桌上 我就坐在这里 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厂 一个领导到北京去买了一个 小乡机 这个时候我就把所有城的状况都拍下来了 所以说那些照片应该是非常珍贵 应该是一个工厂的 好像比较压 发展的一个历程 我当时啊 把那些照片呢 我全部都保存在工会的厨子里边 当时我也没觉得这些照片真贵吧 就是应该 就是应该 在1987 due to the restructuring of enterprises Ding Chunlin left the factory to start his own business Ding Chunlin learned that the old photographs of the factory had indeed been preserved by one of his former colleagues. There are some pictures that came in. The folks who saw such pictures were were captured by the dawn of his death.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picture in the Babyloss, and it was the people who saw such images by the Umaisey in the past. We saw these pictures there were almost no real pictures. Just a picture of it was the most gross, and it was so gross, but it wasn't so gross. 每一张照片都是那么浅切 都那么熟悉 大事优秀又多么陌生 就仿佛又回到 我们那个压情的时光 每次来到拱唱 真是那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既浅切又鲜酸 这就是我们曾经的工厂 有时候就是这样 看到这个空空荡荡的大礼堂 原来都是俩衣 好像那种花生笑语 看看那些招片 那些打架那兴高采烈的那些场面 就是历历在目 谁在上边唱歌 我们那个小乐队 为谁巴奏 就是仿佛在雅家 特别是我们工厂 从藏乱炒那种老工厂 到驾驶来有比较下代化的一个城坊 我把我们工厂仿佛变化 工人的面目 我们那些压情的面空 都拍下来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实行 它最起码是有石榴的价值 是对我们那个时代 恰恰瓦瓦的工厂的一个缩影 是我们宝石家在显一辈的一个缩影 其实说实在 我真的不是什么收藏 就是说实在 就觉得有保存起来 对那些老工人 那些老技术人员 一种敬仰 我觉得 你让破坏了 冷掉了 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尊重 他们那种 一线为国家 一线为人民那种 基本上 那种境界 我觉得这是 那带人 值得尊敬 值得怀念 值得收藏 我就说实 通过收藏这些物件 来对那个时代 对那些 人民那种 死相的一种境长 就是 我印象中 第一次能感受 收音机的魅力的时候 是1969年 我八岁 那么一个收音机一想 就认认真真地在那里听 就爱上这个收音机了 那个时候 刚改革开放 满老子就想 有一个能够拎着走的 能够自己放什么磁带 就听什么歌的 这样一个东西 知道了吗 是 追到 PADILL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